天天兄弟结束美食言学祭 王一博华沙展运动天赋 8月15日22点 湖南卫视天天向上 美食言学祭收官站走进东海之宾 中国最大的群岛 浙江州山 天天兄弟汪涵 前锋 大张伟 王一博携手元气少女宋雨琪 乘船出海 与渔夫对话 体验当地鱼鸣质朴的生活 品尝海鲜盛宴 在海滩寻宝中了解周山千年宝藏文化 好不惬意 天天兄弟的周山行第一站来到周山无公之码头 他们将从这里上船出海 领略周山的海岛风光 嘉宾宋雨琪担任周山地陪 安排了兄弟们的出海活动 体验当地最有名的跳岛游 汪涵出绕口令考宋雨琪 宋雨琪如玉班主任抽查 一股作气流利完成挑战 获得夸赞 近距离观赏南海观音后 船长和助理加入天天兄弟们的群聊 船长分享了自己开船40年碰到的去世病 邀请天天兄弟观赏捕鱼和品尝鱼民饭 出完海后天天兄弟们来到周山彩虹街 周山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方为热情为城市宣传站台 周山以海而建 向海而生 海产品丰富曾获中华厨师金匠的周山名厨郭 经为选用了周山特色的13种海鲜食材打造出了满满一桌的海鲜盛宴 以无招胜有招的极简烹饪方式 保留了海鲜的原汁原味 周山之旅延续以往的寻宝环节 本次寻宝的地点设在周山市诸家兼沙雕艺术广场 从1999年起 每年都会在这里举办不同主题的周山国际杀雕节 前锋 宋宇齐 季冬杰一组 未过锁桥获得宝箱 宋宇齐调侃前锋体重 两人展开爆笑互动 王一博 刘富杰 祝子杰族体验滑沙 祝子杰一马当先帅气滑过 却在终点翻转180度咔的 反差距大惹人笑 大张伟 袁若杭 吴泽林一族体验周山传统小吃海棠糕和海石花 袁若杭面临踢球挑战一击集中惊呆众人 大张伟欲生四喇叭地推销阿姨 惹得大张伟连连求救 周山人以海为田 以海为生 创造出了璀璨独特的文化 随着人们的迁徙流转 实物制作 传统记忆都在浩渺的时空中穿梭 演变 再生 形成绵长而丰富的历史 杨子婉报子牛新闻记者张楠 叫对盛圆圆